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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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想离开这幽魂谷 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答对了 你们就走 如果你们答错了 就和两千年前来到这地方的人一样 变成亡灵留在这儿 永世不得超度 是什么问题这么难回答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我乐乐熊都不知道的问题 其实这整个幽魂谷都是我的国家 而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而那些石头人都是我的臣民 两千年前的这里 一切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原本过着 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与外界从来没有任何接触 可是就在两千年前的一天 我们王国突然来了一位受伤的武士 他伤得很重 沿路流下了很多血 帮帮我 后面有人要杀我 周围的百姓看了看着武士 便漠然地走开了 于是他去请求正在街上 出游的国王的帮助 把他扔出城门 不要让他弄脏了我的国土 于是两个侍卫将武士 扔出了城门 并警告他不准再进城来 武士不停地喊着 哀求着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 开门 请你们帮我开门 开门哪 后来追兵上来了 将武士乱刀砍死 没有同情心和冷漠的人 我诅咒着整个王国所有生灵 永生永世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不料 他的诅咒变成了现实 在他死后 大禹下了七天七夜 王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王国内的所有的人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白天我们变成了石头和树木 不能说话也不能动 只有在午夜之后 才能献出部分的身体 太阳出来前又要变回去 你们要在天亮之前告诉我 怎么才能解除这个咒语 我想他们是因为没有帮助他人 才被诅咒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帮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自私啊 很有可能 那么解咒的答案是不是助人为乐 或者是给点爱心什么的 我看咱们两个都试试吧 乐来熊 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你可别答不上 把我们的命都答上了 真讨厌 你来答呀 没本事就别说话 我要是能答 我早就站起来了 给点爱心助人为乐 你们能不能回答正确啊 我们再想想 别让我等得太久 再想想看吧 惨了我们看不见明天的阳光了 我得别喝苦啊 哎呀 你闭嘴好不好 哎呀 我就不闭嘴 我活不到明天了 难道离死前我连哭的自由 都被剥夺了吗 哎呀 我要死了 难道我真的要死了 哎呀 我们分析推理应该是正确的 想知道怎么没效果吗 快说呀 乐乐熊 怎么回事啊 你等着看我的吧 国王陛下 您和您的王国说到诅咒 是因为当年你们没有帮助 那位处在危难中的武士 所以才下了咒语 现在 您只要用实际行动 改正您犯过的错误 就是正确的解咒方法 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当年您不是没有帮助那个武士吗 那今天您就帮我们一回 我让你们回答问题 却还要我替你们做事 我的词典里 没有你刚才说的什么帮助 您就试试吧 不对的话 您再惩罚我们也来得及呀 也好 那你就说说怎么帮 这个词应该叫帮助 其实很简单的 我怎么帮呢 现在您只要给我们唱首歌 让我们的魔盒收集到歌声 这样咒语就解除了 你们让我唱歌 可是我唱什么呢 我已经很久没唱过歌了 就唱您以前最喜欢的歌吧 这个应该难不倒您的 我的王国 华在天空 叫做月亮城 我的王国 华在天空 叫做月亮城 月儿弯弯似小船 我的沉迷水 在摇篮中 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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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七彩虹花音响 星星坐在云之上 天空 月亮城 月亮偎装 太阳装 我的王国 真奇提 芳谷 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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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王国 我的王国 我终于不再是石头人了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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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又恢复了 两千年前的样子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们的到来 是你们帮我们解除了这个咒语 并让我和臣民学会了一个词 那就是帮助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 我要把它作为我们王国的宝典 永世流传 真诚的谢谢你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王国 白子的帽子 状子的香 赤子的鱼网 绿色的干 死闻者的香包 胆子的群 他才会在写着联盟 蒙古的鞭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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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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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带上朋友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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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曙光 就在前方 前方 前方 Yeah